今天是十一啊 我特别喜欢听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啊 哎呦你妈 于是我就跟网上搜了一大堆谱子啊 但是我发现网上那五线谱呢都挺难的啊 然后练起来非常麻烦啊 而且他左手啊 这个配的是这个半村姐啊 还不是特别好听 那杨老师您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啊 给我们改编一个啊 简单一点的又好听一点的 简易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呢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曲的啊 而且今天是十一国庆啊 我们祖国的生日 所以我这边呢花一些时间啊 改编出来一种既简单啊 又好听啊 又不同于网上 而且适合大众啊 来谈的这个简易版 我和我的祖国的版本 好不好 改编完之后呢 啊我会把左手的合军编配啊 以及呈现形式啊 都交给大家好不好 好 那我这边花了一点时间呢啊 即兴改编完成啊 谈完之后马上交给你 优优独播的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以反复去观看 这样就比较容易学会了 右手的旋律 你在网上去找一些谱子 很好找 关键是左手如何编配 还有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好 首先 为了从简单出发 我这边是用c大调改编的 左手为了方便大家看 我先用注视和弦 给大家找到和弦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说呈现形式 上来是c大调的主和弦 对吧 Domiso 然后用了一个第二转位 还是主和弦 然后这直接跟六级和弦 又回到了组和弦 第二转位 Domiso 然后下属和弦 这要注意 这一定要用二级和弦 是非常好听的 再切组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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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组和弦 继续推 组和弦 组和弦 组和弦的第二转位 六级和弦 组和弦 下属和弦 然后 还是组和弦的第二转位 然后下属 然后到属和弦 回到组和弦 然后到高潮部分 上来就是六级和弦 然后变成了二级和弦 然后属和弦 组和弦 第二转位 重复 还是六级和弦 二级和弦 啊 组和弦 这注意啊 接下属 啊 这 然后 先是组和弦第二转位 组和弦 再是组和弦 再回到 啊 组和弦 然后是 下属 属 回到主 啊 这个是左手的 和弦编配啊 左手刚才为了容易让大家看出来 我是用注视敲的啊 但是这首曲的风格呢啊 我和我的祖国啊 是很抒情的啊 歌唱性很强啊 所以左手你如果用半分剪 听起来不大好听 用注视 也太单调 所以呢 左手的和弦编配呢啊 要用分解和弦和半分解的结合 就会好听了啊 来大家看一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大家注意啊 这块左手呢啊 用的是变化半分解 大家一定注意啊 后腹点啊 懂大 懂大 这种形式啊 搭配起来啊 完全不同于网上啊 非常的贴切啊 好那朋友们后边呢啊 也是一样的啊 按照我这个啊 左手编配的注视和弦 去把它打散变成分解啊 到后边的时候呢啊 也是这种啊 后腹点的形式啊 呈现出来啊 就可以了啊 大家呢啊 可以反复的去看我这个视频啊 我相信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大家都能学会啊 应该比网上的要容易多了 好那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向我交流啊 我还是那个不一定说你爱听的啊 但一定是为你好的钢琴严老师啊 关注我 学琴不走弯路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